一句玩笑让过命的朋友倪平形同陌路 宋丹丹为什么那么多年后才与挚友和解 与建筑大佬潘石一户对 最后一笑敏恩仇 是真性情还是口无遮拦 在节目上呛声冯小刚 毫不客气地指出嘉宾长相不行 宋丹丹的毒蛇究竟有多狠 说起宋丹丹 很多人都会首先想起在春晚上 她与本山大叔合作的白云大妈 在小品中她诙谐幽默 很多话都能戳冲广大观众的笑点 然而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的是 宋丹丹的原本身份是个话剧演员 并且获得过很多殊荣 长期是北京人民剧院的台柱子 如果你了解宋丹丹的过往 你就会很容易发现 强势冲动和毒蛇 似乎一直都是她的标签 这些性格特点既成就了她 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她很多 宋丹丹当年报考话剧演员 就是一时冲动 侥幸成功后 她不甘于人后的强势性格 让她成为了人人羡慕的演员 无论是春晚还是话剧舞台 她都游刃有余 成为当之无愧的艺术家 但是这些性格也如同一把锋利的剑 对她的感情生活产生了难以消除的伤害 前不久 宋丹丹作为嘉宾参加了综艺节目 怦然心动 在刚一进场 看见倪平的时候 宋丹丹就张开双臂 拥抱起了倪平 两人在随后的对话中 也是眼含热泪 如同多年未见的老友 事实上 两人的交情的确很好 然而却曾经因为一次玩笑 导致二十多年形同陌路 在宋丹丹的生命中 英达是个绕不开的人物 尽管宋丹丹在此前 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 但是与英达的这一次 却是最为刻骨铭心 两人最初在一起的时候 宋丹丹付出了很多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英达成名后却移情别列 曾经的模范夫妻 最终分道扬镳 那段日子 是宋丹丹人生最灰暗的时刻 轻生的念头 时不时在她脑海中浮现 但在她以为 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的时候 倪萍却把电话打来了 好友的鼓励和温暖 让宋丹丹慢慢地走出了阴影 最后倪萍还劝她 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为这次离婚 能获得更多权益 给她出谋划策 这样的友谊 说成过命的交情也并不夸张 然而没人想得到 这样的友谊 也有破裂的那天 在这次的冲突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 倪萍做得的确不对 她自己也承认 自己开玩笑 经常会忘了场合 在很多非主持的节目中 倪萍的话 时常会让很多人 感到有些扎心 但因为些许的尊严 和对自己有恩的老朋友疏远 宋丹丹在某些方面 也是太过了 虽然两人20年后再次和解 但是那么多年的时间 却都没有互相联系 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不光是和好朋友 在和不太熟悉的人面前 宋丹丹表现的也是十分冲动 前几年 宋丹丹曾在微博上 开跑盘十一 大骂其在北京所建的房地产 过于难看 一度让人觉得 是大战的前奏 虽然后来两人握手言和 但这件事 也证明了宋丹丹的火爆脾气 宋丹丹十分支持 众所周知 潘十一的风评 一向不是特别好 先不提他与妻子张欣之间的恩怨情仇 在很多事情上 潘十一的做法都让人费解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起天下 这一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很多优秀的企业家 都会选择回报社会 捐款捐物 然而潘十一却显有 向中国捐款的案例 这道无可厚非 我们不能对其他人 进行道德评价 但其却向哈佛大学捐款一个亿 这次的事情 在精心秀上也被精心问过 这个钱不是捐给哈佛大学 是捐给在哈佛大学 上学的中国的贫困学生的 到了哈佛大学 几乎没有什么贫困的 如果基础教育不解决的话 能够凤毛临角考到哈佛 得捐那么几个人 当然了 有钱人只帮有钱人 那底下这帮人呢 您不管一管 而他的儿子 更是在前几日 边境战事为国牺牲的时候 无端造谣 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潘石屹 似乎对国家并没有多少热爱 在娱乐圈里 冯小刚一向是以敢说敢骂主称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 面对宋丹丹 也时常被怼得说不出话来 在《笑傲江湖》节目中 两人就曾经因为选手去留的问题 当众开炮 宋丹丹对冯小刚很不客气 要知道 宋丹丹和冯小刚之间的关系 也很密切 这让一向善于转移画地的郭德纲 也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在《华阳姐姐》中 宋丹丹看到嘉宾亨瑞 直言不满意她的长相 想要带她去割双眼皮 对于身边的伙伴 犯了些小错误 也会忍不住去骂 还强势地给众人 安上了一个个外号 其中不乏对人身材 有调侃的意味 这也一度让很多观众所诟病 当年在拍摄《家有儿女》的时候 她也直言杨子的颜值 没办法当演员 另一个让人所费解的就是 其余某位编剧的争执 在一次采访中 宋丹丹直言演员 不应该死尽用对台词 需要在合适的场景里 自行发挥 当然这些话乍一看 似乎有些道理 但仔细想来 每个演员对角色的理解 和对场景的把控都不同 在很多时候 大部分还是需要 严格执行编剧和导演的安排 果然 宋丹丹的这次毒蛇 并没有被很多人买账 大部分人对此都持有不同意见 江山一改 并行难移 宋丹丹的这些强势和感受的性格 或许是她的优点 但在很多场合上 对他人并不公平 如今的宋丹丹 早已走出早年的感情阴影 由现任老公的温柔呵护下 她如同 家有儿女中的刘梅那样 快乐洒脱 当然 也希望宋丹丹老师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改改脾气